以前倩云在访问居家空间的时候 常常听到设计师说 今天空间的规划 是以屋主还有屋主家人的需求为出发点 不过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房子 非常的窝心 非常的特别 因为屋主空间的规划 完全是以朋友为出发点 所以包含他这个买房子的地点 空间娱乐设施的规划 甚至他买的家具机能性 都是要以朋友为出发点 因为这里是朋友聚集的一个中心 所以我想身为屋主的朋友 一定是一件超开心的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充满窝心感觉的房子 从台商身份退休的屋主 专为朋友聚会而购置的楼中楼住宅 孙盛浩设计师将运用他拿手的 自然人文风格 打造出宽阔宜人的会所概念空间 今天的这个空间 其实它的人文气息相当浓厚 而且老实说住在这个空间里面 会非常的舒服 但是我要说的是 今天这个空间最吸引人的是 顺设计师屋主他设计这个房子的出发点 我觉得好窝心 是啊 屋主的需求蛮特殊的 我还记得我跟业主第一次来看这个房子的时候 业主一直在问我说 餐厅跟客厅大概会有多大的空间 原来业主其实买这个房子 基本上都是为了他跟朋友之间的一个聚会 对 所以他非常在意公共空间的大小 跟容纳的人数 对 所以基本上这个房子它有一点 具有一点那种 私人招待所或会所的一个性质 存在这样子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 所看到空间的风格 总的是人文走向的风格 这是你擅长的一个风格 是 因为刚好也因为这个房子的基地比较 整个视野或者是view相当的不错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我们的整个室内空间 能够走一个比较自然的 直撲的 又简约的一个味道 那今天这房子的物件也很漂亮 因为我知道它是一个捷运贡购宅 而且还是那种楼中楼的格局 对 这个格局上下楼层也蛮特殊的 朋友来聚会的时候 因为一下子来的人数可能会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餐厅的部分 跟楼上的一个客厅的部分 都做了一个比较大尺度的规划 另外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模式 就是业主自己在家里休息的时候 整个楼下一整层的区域 就能够要去满足他们实义住行 那我们就先从楼下看起了 好 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玄关 玄关的格局我想因为是建物的关系 所以它好深邃好长的一个走道的感觉 是 千宇 这边我们走 玄关之所以会这么长 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个一段的墙面 是整个大楼的一个楼梯间 那我就蛮顺势的就是 把走道再拉长一点点 然后让它形成一个 完整的一个空间的区域这样子 接着我们来聊一下材质上面的运用 因为你说到屋主很喜欢 外面这种山景自然的人文空间 所以你在材质上的选择真的不复杂 那是 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所使用的一些材质 都是比较自然味道重一点的 像幽木啦 或者是一些比较尽量不反光的材质 来做一个整体的风格上的塑造 然后在中间段我们给它了一个主体 那这边采用了一个灰烬的设计是因为 女业主她有特别跟我要求 她出门前希望有一个整容的动作 对 那整个下半段的部分 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房子 其实是为了聚会 这般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一段我们就蛮考虑到说 客人他进到这个门的状况 所以从玄光我们有一个出面的地砖的选择 让它做一个鞋子落成的动作 再到中间段 我们这边就设计了一些 可以往下拉的一个层板棍 让客人的鞋子能够很规矩地排在上面 所以我来的时候 我的鞋子是外出鞋摆这样吗 对不对 是 而且这样打开的时候 也不会影响到我们整个 走道的一个宽度跟行走的一个状况 那我今天要回家了 我鞋子穿起来 再把它收起来 我把它收起来 对 OK 是这样 所以这个设计是进可供推可手 符合来客需求的 对 而且它平常里面也是可以做其他的收纳 这个玄关的设计它把它拉长之后 其实有制造了那个深邃感 在端井部分的处理手法 不同以往我们看到的时候 以前会是一幅画啦 一个雕塑品去处理端井 是 我们在这个端井其实有考虑到了一个 大门进来的一个穿烫砂的问题 所以做了一个简单的遮挡 我们在玄关跟产品之间 做了一道玻璃墙面 它这个玻璃墙面的材质比较特别 它是裂纹玻璃 那其实那个干点是来自于中国古代的一个 平静裂纹的一种磁器 对 那一般裂纹玻璃我们看到的是透明的 可是我们这次比较特别 我们在中间相近的可以玻璃 对 给它一个染深色的一个效果存在 OK 那其实真的要讲一下 一般的玄关端井可能会是雕塑品或画 可是我个人觉得你的玄关端井放在椅子上 这是一张非常有人文精神设计感的椅子 它也有实用的功能 同时也是你的端井 这挑的真的还不错 还蛮习惯的 谢谢 看起来好像硬棒棒 坐下去其实还蛮舒服的 其实当初跳它 就是希望给客人有一点surprise的感觉 因为你觉得它可能是硬的一个材料 你坐下去 觉得这么好像非常的柔软感 舒服 对 没错 你达到你要的了 OK 我们进去这边看看咯 好 玄关转进来之后就是应该客人来的时候 最长聚会的一个算是公共区域了吧 是 楼下这个楼层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来 用到我们所有的宾客 那这边有看到一个中导区 然后主体是我们的一个很长的一个用餐的长桌 这个地方 对 如果人还不够做的话呢 我们还有后面的泡茶区 还有四个位置 所以如果这样全部加起来这个用餐区 可能最多可以通知中导区16-18 套茶区其实 夜主当然它有一些简单喝茶的兴趣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增加我们整个空间的一个座位的数量 有这么大的餐桌还不够啊 对 希望把这四个人 如果餐桌不够用的时候 我们这里一样可以做用餐的人 这样子 那我们在这一块泡茶区所使用的材料 也是延续我们整个空间自然的一个特色 包括我们用了幼木的这个材质 来让这个空间形成一个比较包覆的感觉 那在这一段的主墙 也就是我们茶具的柜子的部分 我们的概念上是希望说能够用一个比较出面材料 来对比我们比较细致的这个铁件的部分 对 跟一个悬空的厨面 好 这个我觉得我在猜啦 泡茶区应该是比较属于男生 然后男主人客人的区块 那女主人的区块应该会放在厨房咯 对 它我们这边做了一个开放式厨房的设计 那当初在夜主各种过程中 女主人特别的强调说 希望她做菜的时候呢 能整个面对我们那个背后的一个山景 所以当初在选择的位置 把中导的部分呢 往这个方向让 让女主人能够面对完美的山景 一边来做饭这样子 OK 那当然 因为五丈女主人其实还蛮讲究的 所以她在喝水上面的要求 虽然在设计上看不到 可是它是一个重点 饮水的需求 对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 整个非常注重一个养生的风气 所以为了因应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在水质上也特别为夜主引进了一个 德国的一个进水系统 那从不管是喝的水 或者是甚至洗澡的水 都是经过整个一个进化的处理的 OK 接着我们来到楼下最主要的一个宴客区 就是它这个餐桌 这个餐桌真的容纳 你刚说十到十二个人不成问题了 是 因为这个餐桌呢 它总长了大概到三百三十公分的一个长度 对 而且我们选用了一个白色的大理石 那希望做出一个所谓白石宴的一种感觉 就是大家很轻松 然后很愉快的可以在这边用餐 包括我们现在在餐桌 对面看到的这个端竞的一个选择 那其实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是一个 面对一个很好试验的一个房子 所以我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希望能够加进一个时间的概念在里面 让这个镜面不锈钢的一个材料 能够反映出外面的一个 唇下秋冬的一个不同的一个 天空的一个温度的颜色来 OK 所以不是用整个镜面去直接反射过来 而是有点隐隐约约的把那个美感 透过局部去把它反射出来 对 而且它这个地方 因为它每一片的角度都不一样 所以反射出来的那个光线或折射角 会很不相同 其实在这一个楼层推开主卧室的双开门 我忽然有一种感觉 就是从里面往外看或从外面往里面看 这两个角度看出去都觉得主卧室的空间 设计的真的很舒服 而且跟外面的空间 其实很多元素是串联在一起的 是啊 其实当初我们在设计这个主卧室空间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个面宽比较宽的一个长轴 像的一个卧室 那其实也为了呼应说 我们对于这整个房子的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自然人文的一个想法 我叫这个房间叫做水木堂 那为什么叫水木堂 就是这边天花板一个 连续性的一个包覆的一个造型 它是一个木 那墙面的这个雪白印的食材 它就是水的意象 当初刻意挑这样的食材就是 希望能够传达一个水的意象 比较柔和的一种感觉这样子 我觉得设计这样子的一个木的部分 会让我在这个空间里面更有稳定跟安全感 对 因为有一个包覆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好 那当然我觉得现在的人 很多事情都会想得更远一步 也不机会为往后老年生活做考量 比方说它的一些动线开口的规划 跟门片的想法就是可能老了以后 他担心自己跌倒 可能做个轮椅什么的 进出要方便一些嘛 对 因为其实看我们这个主卧室 就是这边有一个很大扇的一个拉门 包括它的开口都相当的大 它有1米1的一个宽度以上 而且我们卧室的地面跟浴室的地面 是完全是平的 没有落差的 那当然就考虑到 将来如果我们有轮椅的一个需求的话 可以很顺利的一个 就是进出这个厕所的部分 那包括到了一个洗澡淋浴的空间 我们也设计了一个玻璃折门 能够把这个开口开到最大 方便我们将来就是有一些 就是需要大开口的一个需求 从刚才到现在来看你的设计 包含你那个从中国瓷器 引申过来的冰晶裂纹 还有你桌面那种白石燕的这种感觉 我发现你的设计当中有现代感 但是有很多的意象 是来自很中国传统的东西 是啊 其实它毕竟是一个现代的居家 所以我们很多材料上会作为一个转化这样 其实像楼梯也有这种概念去做发现 对 其实当初我在想像这个梯间的时候 其实是有想到我们中国的一个西山性旅途 那等于说我希望客人走在这个楼梯 很像是漫步在山顶之间 然后这个挑个两个楼层这个食材的墙 其实就是一个流水的异象的一种状况 跟衍生这样子 而且我有发现像你这块食材的设计呢 刚好跟你在楼上的那个水铺 感觉意象是有衔接的 而且水铺的声音可以借给它用 对啊 水铺就像是一个声音的起点 然后我们这个食材像是一个视觉上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落下这样子 所以走上楼梯的时候 听到那个声音更有走在山林间的感觉 对啊 为了方便两个楼层的宾客使用 设计师特别把客用厕所移至梯间 延续直扑的设计风格 并引进大量自然光线 而墙面上长新窗口 还可以从外辨识是否有人使用 别出新材又兼具机能性 而客用厕所的位置呢 还能够让客人从里面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20楼窗外的一片山景哦 建宇我们现在来到了业主最喜欢的空间 就是麻将间的部分 以上二楼就有一个专门为朋友 共同嗜好跟娱乐打道的一个空间哦 是啊 对啊 其实当初我们在设计麻将间的时候 其实跟业主做过蛮多次深入的沟通 深入的沟通 对 通常我们会打麻将的人 应该都蛮在乎排被人家看到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在这边设计了一个蛮特别的折门 就是为了要来遮挡这个玻璃的反光 对 然后我们把它加上一些隔渣元素 跟一些喷沙的效果 让坐这个方向的人 牌比较不会被看到 甚至桌子也稍微微转了一个向 对 所以不会直接的有一个反射的动作 那你另外这边的隔间就是玻璃跟铁间 这边就会反射到啦 对 所以我们在这边有设计了一个电动卷影的部分 只要一按它就会降下来 所以不管出来哪个方向都OK的 对 就完全不会有被看白的问题 而且这个我们麻将桌的高度 其实也是特别的针对业主的高度 去做一个高度的设定这样子 对 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一间麻将娱乐室的设计的一些 质感跟手法还有材质 包含铁间或者是这样子的木皮 就是一路从楼下延伸到楼上空间来 对 整个一个我们一个业务 比较一个自然的味道 就延伸到就是楼上的这个空间这样子 楼上的空间除了有一间让人非常欣慕的麻将房之外 它剩下大部分的区块都是留给像是 我觉得是客厅的功用了 对 其实这个客厅基本上是一个大了市厅间的一个概念 对 像倩宇你现在做的这张沙发呢 其实当初业主能够很喜欢踏雲呢 其实就是因为它后面有一排这样子的一个木质的成家 对 当然这边也塞满了人的情况呢 这边也可以 这里还可以坐人 然后可以一边像我们这样子有个聊天 或听朋友在这边一个唱卡拉OK的一个情形这样子 我跟你偷偷告诉大家 男主人喔 从头到尾喔 什么都不care 他最care的是做位数够不够 对 所以多功能的家具 多功能的一个家具的概念 那包括像我们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身后的这道灰烬跟食材 出面食材拼贴的一个石箱墙的一种概念 那其实我们希望说 能够面对创案这么好的景的时候 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自然的里面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把山外的景 能够拉进我们室内的空间这样子 对 但我很欣赏你的就是 镜面是那种极精致 然后极现代的材质 你可以跟极粗犷极原始的食材做混搭 这一点真的效果真的还不错 对 其实当初施工的时候 精准度的要求就要蛮高的 才能够想到一个比较平整的一个状况 OK 那我们来聊聊我身后的这个主墙面的部分 电视墙这边我们一样就是说 选了一个比较一个自然味道重一点的材料 那像这样的食材 其实大部分是用在我们景观的那种 一种页岩的一种食材 对 那甚至我们在贴它的时候 也不像我们在做一般大理石 会上一层那个coating 会亮光的部分 对 我们是帮它上了一个食材的保养油 那它呈现出食材原本 比较接近食材原样的一个颜色的部分 OK 就是比较自然的感觉了 对 好 今天看完这个空间 我觉得很多人现在越来越开始 会规划自己退休后的生活 然后甚至退休生活的空间 要把朋友的需求给考量进去 真的挺摸心的 下次屋主的好朋友来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带我来这边 我想看一下那个盛况 好啊 OK 今天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最近师 好 谢谢